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 世间佛陀的独生奔怀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各位善知识 刚才是讲到节田起后 文首实力,我注于此,见文若思 几千亿识,如是众多 经当,你也说,这就是开后,起后 在观众所见的事,那情况太多了 很多很多,千亿千万亿那么多 虽然不能通通都讲 我不能不说,多少总得说一点 如是众多,这么多的众识 都是佛世界的那些佛识 我现在应当简单地说一说 经当略说 经就是现在,经末 应当要略略地说一说 不能细说嘛,就得略说呀 所以叫做开后 开启后文,开后 下面心字下第五 问他土修菩萨行 就是东方万八千佛国里面的那些菩萨 在哪里修行的情况 前面不是说过吗? 那些菩萨修种种行 而佛为他说尽道有六度万行 那么下文就要详细说明 那些佛世界当中的菩萨们 正在哪儿修行 那么因此下面的文字很广很多 科判里面分三段 第一,总问 第二,测地问 第三,杂问 科判都在书名上了 先讲总问 只有一首句说 我见彼徒横杀菩萨 种种因缘 而求佛道 我,米勒自称 见识看到 彼徒是东方万八千佛光所造的佛图 神佛杀说 那么多的菩萨 以种种的轻音助缘 在哪里祈求要修成佛的修行法门 而求佛道 次地问 就是按照六度的顺序来问 第一,布施 第二,持戒 第三,染肉 一直到第六,般若 按照这个次序 平常排的六度的次序来说明 说明这个他方世界的菩萨在哪修行的情况 但是这一类的道理太多了 不能一一都按照这个次序来 这个六度次序说完之后啊 再来一个不次序的 看到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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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就说呀 因此就不按照次序了 不按照次序 科判叫做杂温 杂温就是不次序温 没有按照次序来 因此这个次序温与杂温两端啊 以天台的教理来配合 次序温啊 就是等于我们这个世界讲的方等般若的见教 见中见后 就是讲方等 讲般若 这都是菩萨道 方等会上四教并谈 四十一十六门 波罗会上带通别证明圆教 嗯 那么这些道理在里面都按照次序说到了 所以就等于十十度的见教 杂温等于不定教 话语四教里面的不定教 好像那个不定教啊 就是按照这个当时的情况 谁看谁说 就是不定是这个六度的前后 嗯 那么 而一一加一说明 所以叫做 嗯 杂温 不次第温 那么下面讲第二 人字下第二 次第温 就是按照六度的顺序来的 那么先讲不是 就是第一 问事 每一个口判都有个问字 但是实际上经文里面没有问词 文字上没有问词 那么只是叫我们不要忘掉 这是在呃 发问 嗯 在发问序里面讲的道理啊 所以都带个问字 先说这个布施 呃 布施的文字比较广 有六个句宗 呃 那么就是包含外财士 内财士 内外财士 呃 都是月财士说明的 或有行诗 看着经文 或者看到这个他方世界的菩萨啊 正在修行布施度 嗯 这个修布施度的菩萨 多数都是属于在家菩萨 用什么东西布施呢 先拿这个最宝贵的物品 身外之财 外财士 舍财方面 嗯 那么那些菩萨啊 用这个很宝贵的物品啊 来布施给众生 用什么呢 金 银 三符 珍珠 摩尼 鞠鞠 玛瑙 金刚珠珍 这是宝物 拿种种宝物不 宝珠 来布施 世间的黄金 嗯 很宝贵的金子 或者是白银 或者是三符 三符出在海里 是一种始终之宝 嗯 那么这个形象有点像鹿角 嗯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一种三符的宝石 珍珠 这里用的真假的珍 嗯 或者写作这个珍贵的珍 王字旁 珍贵的珍 嗯 相同的 就是指这个宝珠啊 很珍贵 嗯 但是它有真假 真正的宝珠 才算是珍贵的 那么 这一类的珠啊 出在 一种动物 啊 例如这个 棒 啊 或者是 会出这一类珠 啊 这个珠很宝贵 一类的价值很高 所以这个珍珠啊 很贵 嗯 哪来不是 摩尼就是摩尼珠 摩尼 印度话摩尼 新语叫做莫尼 嗯 翻成中国话呀 就是如意 如意珠 说这个如意珠太好了 嗯 那么您如果有了这个如意珠啊 要什么有什么 你想东西吃了 你往那个如意珠一看看 想想 东西就出来了 我吃胸膏 有胸膏 我吃米价 哦 太好了 嗯 这个宝珠如意吗 如意 就是如 你的心意 想要什么 有什么 啊 你要满汉前行 它都会有的 哦 这个太好了 所以叫做如意 有什么 要什么 有什么 不过 这好像是一种理想宝啊 从来没看到 嗯 理想 理想里面呢 有这么一个很宝贵的宝珠 嗯 那么 行菩萨道的菩萨呀 它有很大的福德 它有这么大的福德呀 所以它有这个如意珠 可以拿如意珠来布施的 狙骑 这也是一种宝石了 嗯 这种宝石啊 如车之巨 所以叫做狙骑 啊 瑚瑚 搞 也是一种宝石 它这个宝石 这种颜色啊 如马之脑的那种颜色 所以叫做瑚瑚 金刚 金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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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等于现在的 算石之类都是很宝贵的 珠珍 种子 一些宝珠 种种的宝物 统统包含在内 用这些宝物哪来布施 接下去还有奴辈 古代的人啊 人有贵贱 假如现在这个下贱阶级里面呢 就把人当作物贫再送 跟猪肝 跟鸡 跟鸭差不多的 所以这些奴辈啊 很可怜 那么那些富贵家庭呢 就有奴辈 做工作 男叫做奴 女叫做辈 那么这些庸人呢 他也拿来布施 不过菩萨道里面呢 不会那么不讲道理的 这个奴辈在菩萨的反经理应当 就是菩萨的死者了 帮忙菩萨做事的人 菩萨的死者帮忙菩萨办事的 那么菩萨为什么可以拿他来布施呢 既然是个人啊 他会说话嘛 看他愿意不愿意 他如果跟这个行菩萨道的菩萨同缘 他希望让菩萨得到布施的功德圆满 假如菩萨需要他布施的时候 只要这个奴辈 只要这个奴辈用人答应准许也可以布施 不过这个奴辈用人布施啊 有短期有长期了 永久布施那是长期的 布施出去不收回来 也有短期的 例如别人有事需要你的用人帮忙 某某人我这里要办什么佛事 把你的那些工人来给我帮忙吧 那么送去帮他的忙 稍微过了一段时间工作做好了又回来 这个是短期的 当然不是像普通一般富贵家人 把这个奴辈当猪当狗的这样子丢出去 不是这样子 菩萨道他有慈悲心嘛 爱护众生 那么当然也要得到这个用人 奴辈用人 同仆之类 他自己愿意帮菩萨的忙 要成就菩萨的布施功德 答应了 他就可以布施 当然不是布施让他吃很大的苦头 车身 就是用车子布施了 那么古代的车子只有马车牛车之类了 现在就是很多了 种类很多 那么用车子布施给人 做这个交通工具 所以叫做车身 宝是蓝鱼 宝是蓝鱼 蓝鱼是一种车子 古代 富贵家人 国王之类 他的车子用人拉 用人拉 两个人拉的车呀 就是叫做软 你看到软子车子上面有两个夫吗 两个车夫拉车 那么这个车夫啊 就是好像马一样啊 所以这个农杯啊 这个这类的工人很辛苦的 有帮人拉车 这种车呀 也不是太大的 就是等于我们三十年前还能看到啊 人力车 用人去拉的 那么人去拉的 从前是一个人 他这里是用两个人拉 所以叫做燃 鱼也是车子 就是很宝贵的车子 都是贵族的人用的车子啊 那么菩萨有这些东西都拿来布施 欢喜布施 回向佛道 这两句总结上文的布施啊 都是发 翻喜心 都是为了要圆满布施波罗蜜 所有的东西都愿意布施 很欢喜的布施 很自然的拿出去 不会觉得不愿意 没有这种情况 很欢喜的布施 布施毕竟就有福德 有功德了 那么他这个功德 要做什么用呢 回向佛道 把这个功德回转 回转去向 以无上佛道 希望将来能够成佛 把这个布施的功德呀 成就将来成佛的福报 所以佛的福报无量无边 就是他内神力皆修布施得来的 那么成佛以后啊 有很殊胜的功德 有很殊胜的功德 所以愿得是身三界第一 诸佛所探 希望将来呀 做众生的指导者 领导众生 成这个宝胜呢 到究竟涅槃 到宝所 那么这个车胜就是三界第一了 能够去向宝所的宝圣 做这个佛的法轮车子 可以到达超出三界 而成就佛国 所以在三界里面是最第一的 最殊胜的 现在这个种种布施 希望将来成佛呀 做众生的宝圣 度众生到究竟佛国 所以是三界第一 那么将来成佛了 度化众生 那么功德就无量无边 所以现在这些布施 为诸佛所赞叹 将来成佛了 度化众生 也为诸佛所赞叹 或有菩萨 四马宝车 蓝顺滑盖 玄石布施 或者有些菩萨 修这个布施都 用四马宝车在布施 四马就是四个马拉的车子 你看那个古画里面 有一个车子 四只马在拉 四只马拉车 叫做四马 那么这个车子 就走得比较快了 很快 所以平常有这么一句话说 一年祭出四马难追 显示这个话 说出来以后就说不回去了 好像这个四只马 在拉的车子走得很快 没有办法拉回来了 现在是用这个四个马拉的保车呀 重保装饰的车子 来用作布施 那么这个保车怎么样子装饰呢 蓝顺滑盖 蓝是蓝盖 顺呢 就是盾 竖的就是顺 横的就是蓝 就蓝杆了 所以车子外围有蓝杆 上面有滑盖 有宝盖盖住 悬石就是这个车子的左右箱 车箱啊 车箱里面周围左右两边的这个浮的栏杆 有装饰 这个车子很宝贵 哪来布施 所以叫做先是布施 这个都是说的财势 上面呢 这四首巨颂 都是说的财势 用宝贵的物品拿来布施 当然普通东西更是可以发现布施的 第五首巨颂 说内外财势 福建菩萨 身肉手足 及妻子是 求无上道 那么这个菩萨必定是个男的 才有妻子可以布施 也看到有些在家菩萨 他可以内财势 他的身体可以布施 他可以割肉布施 像过去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 割肉为福为因 那么把肉拿出来布施 手脚都可以布施 不但是他自己内身 可以把这个身肉手足都布施 甚至可以把自己的爱妻爱子都拿出来布施 这也是众生生分 妻子是众生生分 既然是众生生分 你不能让众生受苦 菩萨道不能让众生受苦 那么纵然要把妻子布施 也要得到妻子的同意 他的妻 他的儿子 那么如果他要成就你的菩萨道 愿意给你用来做布施的物品的话 可以布施 假如他不同意 那你就不能拿他来布施 菩萨道虽然是一些布施 一些蛇 如果是人都要得到对方的这个同意 这个道理像佛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 这个须太拿太子 他就是连妻太子都布施掉了 那么都是得到他的妻子同意 然后布施的 这不是那么随便的 各位居士们不要回去把妻子布施掉了 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是随便乱丢 必定得到对方的同意 他要成就你的菩萨道 那么然后才布施 这个道理在华言经里面都说到 华言经里面有 尤其华言经道的那个入法戒品里面 四十华言 尤其这个四十华言说得很详细 这类的道理 虽然有这个原则 要看情况 不能随便 既然是个人道众生 你不能叫他吃苦 菩萨度众生 不舍一个众生 那么一个众生都不舍 都要爱护他 都要度他 难道妻子不是人吗 不是众生吗 也应当度他的 既然要度他 就不能把他当作金银宝物来布施 纵然他愿意答应你布施 但是也不能让他吃苦 所以虽然是有妻子是这个叫做内外财 妻子是内外财 也是内也是外 论生嘛 他是自己的生之外的生 但是论心嘛 是同为一个 所以啊 这是内外财事 虽然由此可以求成佛道 但是要得到对方同意啊 然后才修布施的 所以叫做求无上道 这是内外财事 菩萨道里面有这个原则 做不做 做不做 能不能做 该不该做 看当时的情况而定 不能随便 不能看到有这么一句话啊 随便就把妻子布施掉了 你想没有东西布施 把儿子拿出去布施 如果人家把你的小孩拿去 那么随便开心啊 那糟糕了 那么很可怕的事情吗 太残忍了 所以不能随便 必定要使他 不要吃到苦头 能够得到安乐 纵然布施啊 不会死 这个自己的眷属受苦 才可以布施 最后布施度的第六手俱松 是内财事 完全内财事 把生命都丢掉了 来布施 又见菩萨 头 目 身体 宣耀 适于 求佛智慧 这是自己的啦 自己的 你是个不退转菩萨 你有这个能力 能够把头布施 把眼睛布施 把身体布施 宁奏得到 这当然可以 都是自己的内财 那么在光中所见到的 那些菩萨 也有啊 修内财式的 像过去的普明王 把头布施 那么也有把眼睛 挖出来布施的 把整个身体布施的 削肉等等啊 甚至骨髓都拿出来布施的 而且在布施的时候 都是高高兴兴的 所以 熏药 是鱼 很高兴 或者是 熏乐 是鱼也可以 很欢喜 很快乐的 拿出来布施 试给对方 鱼 就是给他 这个布施做什么呢 求佛智慧 希望能够得到 无上佛国 将来能成佛 所以外财 内财 内外财 通通都会发心布施 这里只讲财式 没有讲法式 为什么不讲法式啊 让后边的般若度说 后边有般若度 这里如果说 说这个法式的话 就会把这个般若度混乱了 所以这里站在布施度的立场啊 指甲财式 法式 让别后边的般若度 这里不说 无畏式这里略调 也没说 那么无畏式可以包含在后边 持戒度里面 持戒就是得有无畏式的 第二 问戒 持戒度 持戒度的经文啊 由两首俱诵 文书斯利 我见诸王 网易佛所 问无上道 便舍乐图 宫殿 陈切 剔除续发 而批法福 这是持戒度 以出家搭上法衣啊 来算做时间 米勒讲到这里 再称一身文书菩萨的名字 文书斯利 现在的小孩子很聪明 我有一天碰到个小孩子 就讲菩萨的名字 无意中说到文书斯利 他听到这个文书斯利菩萨的名字 他马上又反应 他说 我知道了 师父 我说你知道什么 文书斯利就是一二三 什么文书斯利一二三啊 万兔斯利吗 万兔斯利不是文书斯利吗 文书斯利就是一二三 我都没想到 这个小孩子这么聪明 他一想 我一说文书斯利他说 一二三 难兔斯利 有一个更怪 我一说文书斯利 他说文书斯利是英国人 否则就是美国人 怎么说呀 万兔斯利不是美国话吗 英国话吗 现在的小孩子啊 真是有意思 我讲《窝密头经》 基督世界吃色吃光 他说的很可怕 哎呀糟糕 基督世界也有共产党 笑话 怎么可以这样说 他吃色吃光嘛 好怕 那么这些啊 都是题外的话 说明现在的小孩子 比起从前的真是聪明得多 我们往往想不到的 我们想不到的 他们可以想到 那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 有一些事是不能当真 孔夫子 孔夫子他是我们中国的圣人吗 他是个圣人 他也碰到很多难处啊 被人刁难过 有一次有个人呢 他对于孔夫圣人 他不相信 他甚至啊 以不歇的眼光来看他 他又刁难他 有一次写了一个字啊 写个字问他的学生 问孔子的学生 就是这个真假的真啊 他说你看 这什么字啊 这个孔子的弟子就造实说 这个应当是真字嘛 他是真字啊 真字 你不认识字 算了 你叫你的老师来 那么这个孔子的弟子 只好把这个孔子请去了 他说那个人说我不是字耶 他明明是个真字 他就不肯 他也不肯相信 他说要你去了 好 孔子去了 他看看 你一字老师啊 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字啊 孔子说 直八 他没话讲了 直八 不是真 那么后来他的弟子就问孔子说 他明明是真字啊 你为什么直八呀 孔子说 今天就不能太认真了 刚才说的话不能认真了 你不要以为基督师姐真的有那个吃的 所以孔子有的时候都不会太认真 我们还能够太认真吗 偶尔大师说 一天能卖出千单甲 一千单的甲卖得出去 卖不出一单真 真的一单也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 提外话 哦 否则你又入定了 这个 米勒菩萨说到这里啊 他要说这个 十戒度 所以 所以 称一声文殊师弟 这文殊师弟菩萨 我还看到了 光中所现的国土啊 佛国里面 我见诸王 我米勒自清 我看到好多这个国王啊 网易佛所 他去到佛的那边 听佛说法吗 问无上道 问这个求成无上佛道的 无上菩提的这个修行法门 那么他想要成佛 要修行啊 便舍乐土 他所教化的国土啊 很好的国土 最后国王不是很快乐吗 舍掉乐土 甚至把他的宫殿 把他的文武大臣 还有他的宫殿 皇宫里面的那些 这个宫女 整个都丢掉了 做什么 出家了 剃除虚伐 把头发剃掉 连虚也剃掉 做什么 出家 出家剃除之后 而披法服 穿上出家的衣服 法服 和服佛所制定的 福田衣的 法的 这个衣服 披上法服 就是这些国王啊 他宁可把国王的地位丢掉 不要当国王 而来出家 那么以出家 三一波具 庄严的这个身相啊 来表示持间 当然这是外表了 那么以这个外表的形象啊 来表示持戒度 所以叫做问戒 国王出家 就像 阿弥陀佛 因地做法藏比丘 法藏比丘的时候 他也是个国王 听到佛法以后啊 才舍掉 而出家